各位企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阿法狗Master版本 在网上与人类顶尖职业高手的对决 这盘棋是60局当中的第52局 与我国著名的世界冠军 范婷玉九段第二次登立挑战 本局由范婷玉执黑先行 黑棋采取了星小木开局 白棋星小木 下一手 黑棋选择了单关手脚 而白棋Master却布下了相对少见的中国刘的阵势 下一手棋 黑棋马上挂 白棋一肩跳 黑棋点三三 这在当时是对付中国刘常用的招法 为我国棋手邱俊九段首创 有牛哥定势之称 而现在 当白棋党黑棋再班的时候 Master却没有按照 当时的流行定势 搬在上方 此局面下 在此前对局当中 Master大多选择从下方挡住 争到先手之后 继续抢占大场刑棋的方法 而本局当中 白棋却没有在此刑棋 直接脱衔了 这一招法 在武功正术九段的对局当中 是非常多见的 看清脚步 以后根据外围形式 再决定脚上的硬法 下一手 白棋直接挂脚 黑棋单关手脚 白棋再从边上拆回 接下来体现了范廷玉九段的风格 既然脚步 白棋不定型 喜好实地的范廷玉 下一手棋 直接在脚步护住 这样一来 上方白棋搬不下 而下方一带 白棋再走是后手 黑棋以后 随时还有在下方大飞的破控手段 但是 这手棋毕竟是走在了二线 白棋当然不会再与理会 下一手棋 白棋从左上碰了上去 此时 黑棋胜率52% 双方是真正的五五开行事 面对这手碰 范廷玉也感到意外 因为此前 碰的情况 大多是黑棋在此 小飞 无有角 单关手脚直接碰上去 相对少见 下一手 黑棋虎住 白棋长出 黑棋立下 也是必然进程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小飞和单关手脚的区别 小飞在此 白棋以后拐式先手 黑棋再长 白棋在上方可以脱先 而跳在此处 以后白棋再拐出 黑棋搬住 这颗子刚好补住了断点 所以对于上边 中央一带 这颗子的位置要好 但是边上 则相对空虚 所以下一手棋 Master马上 从边上逼住 威胁二线渗透 破坏 黑棋野位的下法 对此 黑棋普通的想法 一来是在上方打入 抢先挑起战斗 这是五五开的形式 或者从下方夹住这颗白子 白棋如果跳出 黑棋顺势再压 也是一种方案 形式还是差不多 实战当中 范婷玉却采用了 以狗治狗的办法 他选择了 坚冲在此处 这原本是Master 非常常用的手法 黑棋此时坚冲 意在引诱白棋冲出 因为上方的压 有先手的味道 这一代冲出作战 黑棋是不怕的 但是这样的招法 骗不了阿法狗 下一手 白棋淡定的在下方一跳 黑棋这手棋被白棋化解 此时黑棋胜率51.5% 形势依然焦肿 下一手 黑棋从左下挂 防止白棋在这一代手脚之后 两翼张开的阵势 以下 双方在左下 下出了中国流当中 常见的一个定势 下一手 白棋飞 对黑棋施加压力 黑棋选择靠出 也是常用手法 同样是医学 白棋搬 黑棋退 白棋沉稳补助断点 开局三十余手 一人一狗 斗了一个旗鼓相当 此时形势 黑棋下方这块 其实尚未安定 AI认为 黑棋有两种处理方案 一是在这一带冲断 吃住这颗白子 就敌活棋 当然白棋接下来也会回到上方补棋 第二种 是黑棋在此直接跳棋 这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下法 增加出路 同时右边一带 以后虎了之后再搬 外围棋形舒展 同时还随时瞄着 在左边一带打入的手段 或者 如果黑棋 下方这块棋不去处理 也可以考虑在此冲了之后 拐回的下法 白棋护住 黑棋打完之后护 先将左上角的地护住 同时 对于下方这块黑棋 也是一种支援 接下来白棋如果再贴起 黑棋再从这一带跳出 白棋大致补一手 黑棋接下来护完之后搬 这样 也是两分之十 而实战当中 范廷玉 选择了 冲完之后 直接断的 激烈下法 然而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黑棋开始了大跳水 白棋吃住必然 此时如果黑棋从上方断吃 白棋提吃 黑棋再吃住这颗子 白棋的先手贴 极其愉快 黑棋再去补的时候 白棋飞过来 由于这一带白棋先手变后 对于这块黑棋的攻势 将更加的迅猛 这样 黑棋危险 所以实战当中 考虑到这一点 在黑棋断白棋吃的时候 黑棋下一手大吃 白棋当然不会再粘住 被黑棋再断上去 提吃必然 此时黑棋胜率32.8% 盘面领先四到五目 下一手棋 黑棋冷静的下法 还是回到下方 充斥这颗子 这样 这一带黑棋得到先手 白棋 再从上方补棋 黑棋连回即可 这一结果 白棋稍忧 但黑棋也没有落后太多 然而实战当中 已经杀不住车的范婷玉 下一手棋 直接打了上去 白棋当然不可能粘住 所以下一手打吃反击必然 黑棋再提 双方再次形成结征 然而这个结征 确实黑棋很尴尬的一个结 首先黑棋要想 继续在这一带 扩大战斗的话 那么粘住自然是不可取的 而如果黑棋 断在下方 扩大结征 有受制于全局的劫财 无法与白棋抗衡 所以实战当中 在黑棋提的时候 白棋马上点了一手 这手棋本身 就是有价值的一手 并不损 黑棋粘住 白棋顺势再提回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黑棋的尴尬 由于劫财受制 无法继续与白棋作战 只好委屈的再次粘回 但这样走完之后 被白棋下一手棋 从上方二路一虎的时候 现在脚步飞进去 破坏根据地 捞走实地 和在下方冲出 切断黑棋作战 成为剑河的好点 无奈 黑棋实战当中 为了照顾下方 还没有活静的这块棋 只好选择先从外围联络 但白棋的这手 非愉快之极 尤其对于喜好实地的 范天玉而言 这个脚步的失血 从心理上 他也是难以接受的 此时 黑棋的胜率 已降至了19.6% 现在黑棋如果粘住 被白棋先手便宜 再回到上方补棋 或者从下方进攻 黑棋不肯 所以实战当中 黑棋冲完之后断 希望能够先手 将这一代补好 白棋打吃 黑棋再断 白棋此时提掉 也有一手棋的价值 AI甚至认为 黑棋的整条大龙 以后还有不活的风险 但是 Master的下法 却更具大局观 这一代先手便宜 留下提吃的官子 下一手 白棋抢先 在下方飞攻 这盘棋 也再度改变了 我们人类棋手 对于后世的认知 我们一般认为 左边这种棋型 非常厚 但是 阿法狗却认为 这种棋在外围 没有子力配合下 强行得到的后世 并没有太大的威力 实战当中 白棋从下方飞 由于下方黑棋不活 黑棋无法抽出手来 从下方打入 万事的威力难以发挥 只好在下方应战逃出 而白棋的招法 继续精彩 下一手 简单的攻了一手之后 白棋马上回到上方 防守了一步 化解掉打入的危机 黑棋 接下来选择了 从脚上尖的下反 局后的研究 有职业棋手认为 这手棋 黑棋应该从下方打飞 先捞一笔 随时瞄着再次靠出 或者打入 反击白棋的手段 但是 从AI的推荐来看 这手棋 实际上威力并不大 此时 白棋可以再次胯下 黑棋扳 白棋断 黑棋吃 白棋就简单的打吃 黑棋面临选择 如果黑棋提吃 脚步自然是有所斩获 但是这一代白棋变后 对于下方的黑棋 本就是一种威胁 同时得到先手 白棋在上方一飞 既防住了这一代的打入 同时下方又产生了 逼住的好点 这三颗黑子 反而变重 而如果黑棋现在 在这一代 拖先 肩在上方的话 白棋继续搬 跟着硬即可 这一代的交换 以后白棋提回 黑棋收获并不大 而这一代变后 对黑棋同样是威胁 所以实战当中 翻天玉在右上的肩 也是一选 白棋搬 黑棋再虎住 翻天玉的想法 也很有意思 上方我要打入 下方一代要飞 脚步我先护住 拿住实地 看你怎么应对 Master下一手 马上回到下方跳住 白棋下方实地大增 而黑棋 也马上从上方打入 在夺走这一代 白棋实地的同时 威胁白棋的四颗子 下一手棋 白棋再次压住 Master在这一代的处理 也是教科书式的手法 黑棋顶吃 白棋长 黑棋再断 白棋打完之后 再次虎下 弃掉上方的这些子 将外围加后 得到先手 下一手棋 白棋下出了 右边二路点的好手 这种局面 我们以前的想法 大多是在三线逼住 这样黑棋加工过来 双方在这一代爆发战斗 白棋也充分可战 而实战当中 这部二路点的时机 却恰到好处 于下方 白棋跳在此处 防住黑棋大飞的同时 还破坏了黑棋的眼位 有了这手点 接下来这部二路班 将变得极其严厉 而如果黑棋在这代补棋 白棋无疑是先手便宜 所以实战当中 分庭玉 并在此处 既要防住白棋的班 同时 又随时准备 对这颗白子 发动反击 不让白棋有抽身 转战到下方的机会 下一手 白棋贴棋 接下来又产生了 上方拆三的好点 黑棋加注的时候 白棋顺势一跳 此时 黑棋脚步的五颗刺 更加的孤单 现在AI的建议 是鉴于此时 黑棋的胜率 已降至15%左右 盘面仅领先两木棋 此时黑棋应该释放胜负手 再次传出 这样 一来威胁上方的这三颗白子 同时 也化解下方白棋 逐步增加的潜力 还间接的照应了左边 这块不活的黑棋 但是这样的下反 右下角的这块黑棋没活 风险也极高 尤其是在30秒一步的快棋当中 范婷玉也没有把握 所以实战当中 黑棋选择了 冲完之后团在此处 先将自身做活的下反 白棋则马上 扳了上去 下一手 黑棋断 白棋打吃是先手 接下来 尖在了一线 此时 如果黑棋 再次叫吃的话 那么白棋再打 黑棋如果粘住 白棋退 这个局部形成结征 而这个结 对于黑棋极重 对于白棋 却非常轻 这个黑棋不能忍受 所以局部 黑棋如果想要连回三颗子 只有跨在此处 白棋打 黑棋沾 接下来白棋再冲 黑棋断 白棋提 黑棋利用接不归 吃住两颗子 但这样的下法 白棋再次后视的一拐 以后这两下叫吃 都是先手 外围非常后视 同时 多了一路这颗子之后 对于上方的棺子 也有了不同 白棋随时 可以在这一带靠入 拖 等等 骚扰上方的黑棋 这是黑棋不满意的 但是 A安认为 黑棋也只能这样下 实战当中 范廷玉突然爆发 面对 白棋 尖回这颗子 黑棋选择了 先在下方 断吃这颗白棋 这样 黑棋在脚步做活 同时 收获了实力 但是外围 却轮到 白棋先动手 范廷玉的如意算盘 是此时 如果白棋在这一带 打完之后 并回的话 黑棋可以点完 然后再飞出 这种滞孤的局面 是范廷玉 集体现场的 一旦 黑棋全部逃出 白棋 一路这些死 反而成为单关 这样 黑棋就迎来了转机 然而接下来 才真正进入了 本局 阿法狗的指导棋事件 面对黑棋的 这一如意算盘 实战当中 白棋先在一路 牵手打吃 下一手棋 突然在上方 靠了一手 这手棋也是在 试探黑棋应手 同时我们会看到 中央一带 白棋的潜力 逐渐的膨胀起来 而左边黑棋 这个外势 到目前为止 始终没有发挥作用 下一手 黑棋搬出反击 白棋就淡定一退 黑棋再连回 在右边一带 做好准备之后 接下来 白棋从左边 搬了上去 黑棋长出 白棋下一手棋 再将这颗子连回 现在整体 黑棋的大龙 还是没有活 局部而言 黑棋顶了之后 打吃完 争吃掉这颗白子 就可以化解 下方大龙的危机 但是这样 白棋的这不打吃 成为决心 下一手棋 就可以在这一带 直接连回了 此时 黑棋这个 再向外逃出的方案 已经被彻底的防御住 这样的结果 黑棋被惊吞 无疑是大败 所以实战当中 范婷玉用强 下一手棋 黑棋单断了上去 而这下法 也在白棋的计算之中 此前 白棋在右边一带 做的这两手准备 发挥了作用 下一手 白棋从上方 将黑棋打中之后 在下方贴出 黑棋搬用强 白棋护住 黑棋再沾 已是准备玉碎的下法 而白棋 就淡定的 沾毁 现在黑棋这块棋 依然需要处理 虽然自己的 后世援军 近在眼前 但黑棋却始终 遭到了白棋 无形的威胁 下一手 黑棋再次飞 白棋 从下方先手冲一下 接下来 从中央飞了过来 这一代 白棋意图将 左右两边的黑棋 围而攻之 现在黑棋 由于中央四克子不活 也无暇在这一代 连回三克子 实战当中 范庭玉吓出了 靠的抢手 意图搅乱局势 白棋 就简明了 从下方搬 黑棋搬住 白棋后视一站 接下来黑棋退 白棋爬 黑棋再长的时候 白棋的飞 是潇洒的一手 此时我们就看到 这两克子的作用 白棋在这一代 通过进攻 构筑了一条流线型的 极其优美的防线 而黑棋整体 却全都是单观 此时黑棋 还有两个断点 右边这一代 黑棋已然顾不上 下一手棋 黑棋 粘住断点 白棋也没有马上去断 如果白棋断 黑棋可以从二楼打完之后 从这一代跨完了再跨 这样 黑棋就找到了 腾挪之孤的头绪 虽然胜率上看 黑棋还是 岌岌可危 但是一旦形成乱战 对范天玉而言 总是有一丝 挽回颜面的机会 然而实战当中 白棋的下法 却彻底的打破了 黑棋的幻想 下一手 白棋直接在中央 补了一手 既补强这一代的跨段 同时 中央一代 以后一旦右边跳风 已经全部成空 而对于左边的外势 也是一种威胁 我们甚至可以去想象一下 以后这一代 一旦黑棋没有野味 白棋的这部提池 就不仅仅的是大关子 而是威胁整条大龙的死活 实战当中 下一手棋 黑棋也不甘心再单关 补回这个断点 接下来 范天玉第二次下出了 靠的抢手 白棋强硬扳住 黑棋顶 白棋长 黑棋再断 威胁此处断点的时候 白棋解明粘住 下一手 黑棋粘 白棋在左边跳一手 继续威胁大龙 同时补强中央一代 黑棋再次团作业 白棋马上将黑棋切断 现在黑棋的大龙需要处理 下一手 黑棋打完之后 再次横顶 白棋长出 黑棋再加 这是范天玉设计的一套 制估方案 一来在这一代增加眼位 同时 以后再中复一代 范天玉还留有一部妙手 我们继续欣赏 下一手棋 白棋退回 我们现在看 整个下方中复 乃至右边一代的战斗 白棋下的游刃有余 而黑棋中央这块棋 没有活镜 下方这块棋 还欠着一手棋 右边 黑棋也始终腾不出手来 救回这三颗子 而外围的白棋 却在不断的夹后 左上的黑棋 越来越危险 下一手棋 黑棋也顾不上下方这条大龙的死活 先在中央 顶一手 意图在这一代 先手将这块棋处理好 再回到左下 但是MASTA的判断 极其的明快 下一手棋 白棋直接切断了 黑棋大龙的退路 要求黑棋大龙做活 接下来 黑棋冲先手 白棋并在此处 黑棋作业 白棋继续搜刮 黑棋无奈只好团住 下一手棋 下方一代 白棋二路拖 是经典的搜刮手机 黑棋搬 白棋断 如果现在黑棋吃 那么白棋只需要断吃掉这六颗子 这一代的实力 已然是大增 所以实战当中 黑棋选择强行粘住 白棋打吃 黑棋挤先手 白棋粘住 黑棋再打 白棋提掉 而这一代黑棋要做活 只好利用这个局部打吃的后手眼 打完之后 黑棋终于是两眼做活 然而主动拳再度回到了白棋手中 白棋下一手棋 在右边提吃 彻底的防住了黑棋以后 在这一代粘住 与中央白棋作战的手段 而至于中央的两颗白子 由于左右乃至上方都有支援 黑棋打吃 白棋逃出即可 虽然接下来黑棋跳架 滚包 极其愉快 但是 黑棋爽完之后 还是面临尴尬的问题 一来这四颗子要被吃住 二来 整体的黑棋 还是没有活性 实战当中 倔强的范婷玉 选择了连回四颗子 但此时这一连串的战斗走完 黑棋的胜率 从15%左右 暴降至了0.2% 卡塔狗认为 盘面 白棋已经领先将近35目 那么 出现这一判断的主要原因 是暴脾气的卡塔狗 认为白棋接下来 可以在这一代 直接冲 随时可以断吃尾巴 黑棋已然不能再要 如果黑棋再走 白棋再次一小飞 这个黑棋要崩溃掉 下一手棋 黑棋长先手 白棋就沾 黑棋再靠 白棋搬住 这一代黑棋所有的 这些作严的手段 白棋全都跟着硬住 接下来再长挡住 再尖的时候 白棋从上方沉稳一挡 有了这个打吃的先手 这一代的问题都化解掉 现在尴尬的问题来了 黑棋中央这块棋 没有活性 而一旦 白棋得到先手 在左边提吃 整条黑棋大龙 也没有做活 这样的一个结果 由于上方白棋已然变后 黑棋有灭顶之灾 所以这是最强应对 但是 阿发狗在这个地方 却展现了自己的境界 他仿佛在说 世界如此美妙 你们却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 下一手棋 白棋选择了打吃 放火黑棋 黑棋打 白棋 粘住 黑棋在乎 总算勉强取得了联络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 当初这一代战斗的根源 是由于右边一代 黑棋要想逃出这三颗子 导致了中复的激战 而现在中复全部定型完毕 这块棋 两眼苦活 这块棋勉强联络 下一手棋 白棋回到右边 吃住三颗子 虽然不是赢得最多的下法 但却是最稳健的选择 阿发狗真的把这盘棋 当做了指导棋 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搬 白棋监住 黑棋接下来从下方搬收官 白棋退让 下一手黑棋还是抢到了 左上的这不利 这个价值太大 白棋提吃 黑棋整条大龙 都要受到搜挂 接下来 白棋在左边挡 这手挡也不是盘上最大之处 此时下方的挡住 这一代的跳 还有这个地方的拐头 或者从上方挡住 都是价值极大的 而Master再度放水 黑棋提吃 白棋粘住 黑棋从上方点入 白棋顶 黑棋再拐 白棋搬 接下来黑棋再加的时候 白棋在一路搬阻度 黑棋冲 威胁白棋断点 白棋打吃先手 黑棋再次先挖 继续制造头绪 白棋厚实的霜在了此处 下一手黑棋提吃 白棋选择粘住 实际上 此前 白棋的这两颗子 是可以逃出的 此时白棋打吃 黑棋也没有什么办法 提吃 白棋粘住 接下来 黑棋再回到上方粘的时候 白棋的这步跳是先手 这条大龙没活 而你再压 这一弹 白棋已然防住了 黑棋的冲断 粘回 黑棋只好渡过 白棋搬完之后一虎 这样白棋赢得更多 但Master 依旧贯彻自己放水的原则 我们看实战 实战当中 白棋后时双助 黑棋提 白棋粘 黑棋党 虽然吃住了白棋的两颗子 但白棋获得先手 就从下方断吃 此时形势 盘灭白棋领先八道九目的样子 下一手 黑棋打 白棋粘 范廷玉 似乎已经丧失了斗志 简单的又硬了几手之后 眼见 无法找到 白棋的缺陷 至202手 白棋唬在此处 对大龙进行搜刮的时候 范廷玉头子 本局 开局 双方斗了一个旗鼓相当 但是在右边 一带的战斗当中 Master展现出了强大的 局面控制能力 最终 兵不血刃的 吃住了三颗黑子 一局锁定了胜局 而在上方一带的 最后一战当中 Master原本可以轻易的 缠绕进攻 两条黑系的大龙 但他却选择了放生 仿佛真的有了智能一般 也让人印象深刻 今天这盘棋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